11月以来已经烧毁了400栋住宅 现在消防员还在持续的灭火 但是火焰呢蔓延的快速 他们也不得不仓皇逃命 雾霾笼罩的程度更是当地有史以来 持续的时间最长 而且范围也最广的一次 简直让人窒息 澳洲野火在强风高温助长下 越烧越猛烈 大片烟雾笼罩 知名雪梨歌剧院也深陷雾霾 新南威尔斯州面临前所未有的空气污染 不但持续时间最长 范围也最广 空屋简直让人窒息 澳洲从11月以来 野火至少造成4人死亡 400栋建筑被烧毁 消防员出动灭火时 不断被烈火包围 火光四箭 他们被迫匆忙逃跑 景象惊人 但至今人有140处野火要扑灭 强风又将烟雾吹进市区 卫星云图看到 雪梨上空不断冒出白色浓烟飘向大海 当地政府考虑周末将关闭海滩 当地健康部门指出空气污染严重 12月第一个星期因呼吸问题 而叫救护车的人数就增加了24% 新年威尔斯州至少有时间 学校停课 居民不得不戴口罩出门 政府也呼吁民众避免开车 因为浓烟已严重影响视线 也不要从事户外运动 减少身体不适 记者综合报道